这个坏了 这扇门没怪 你先来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淡定的女人 在发现被三个恶霸盯上后 脸上却露出一抹微笑 紧接着引恶霸来树林 再用妩媚的笑容打量着他们 恶霸被女子的容貌迷得神魂颠倒 急不可耐地走过去 谁知一群手拿锄头的男人跳了出来 多谢我们攻起来不算 还要挑戏妇女啊 原来他们是满洲石棍之三 武艺高强 伸手不凡 对手虽多 可都是一些普通人 只有挨揍的份 关键时刻 树叉上闪现出一个和尚 自称是少林高僧三德大师 要来主持公道 紧接着问这些人为何动武 包牙急忙附和 石棍欺负他们 还恪口供钱 说完就要开打 三德伸手阻拦 三棍急忙开溜 回去之后 将此事汇报给染房主管 主管听后并不相信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 然而就在这时 三德带着众人追来 这位就是少林高僧 三德和尚 为什么在三德高僧面前 搬到我们染房的事费 你要画多少 你说个数 我 五十两 谁知眼前的大师 居然心动了 原来此人并非真正的 三德和尚 而是包牙的发小小流 主管被吓到 认怂了 答应如数归还功前 众人欣喜若狂 然而高兴不过几天 就遇到了麻烦 染房老板出差回来 得知此事 不免心生疑惑 虽说少林高手如云 又怎会突然来这里呢 老板便以做客为由 请三德来露两手 原来老板也是练家子 而且功夫也不弱 小流本打算 像之前一样糊弄过去 可老板硬是让他 跟自己切磋无意 谁知小流刚出手 就摔了个狗啃泥 老板起了疑心 果断出手试探 石棍冲上前 将小流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大伙想要阻止 可他们哪里是石棍的对手 原来小流并不是什么高僧 而是一个有手好闲的江湖小混混 平时假扮和尚 在街上花园赚点小钱 并没有什么真本事 原本发小包牙和小红 在染房上班 可因换了新老板 极其黑心 要强行扣下所有工人两成工钱 工钱本就少 如今又要扣两成 大伙不服 谁知老板 请来江湖高手满洲石棍 来对付他们 很多人被打成重伤 只得认怂 那天 包牙在街头看到 发小小流 乔庄成和尚花园 便心生一计 让小流假扮成高僧 替他们讨回公道 虽说这小流不学无术 可为人仗义 于是爽快答应 结果就出现了 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由小红使用美人计 将石棍引到树林 再让小流伴坐高僧 施展拳脚功夫 虽说骗过了石棍 可还是被染房老板识破 晚上 大伙伤痕累累地回到家 他们开始埋怨小流的演技 说他没有真本事 小流伤心不已 为了习得一身真正的武艺 他决定前往少林 不久 小流来到山脚下 看到一群和尚在打骨子 一朝一室之间 尽嫌无意 小流便凑上前看热闹 老和尚还以为他是自己人 谁知一打骨子 就漏了线 小流为了面子 便假装自己是北少林高僧 小和尚倒是被唬住 可老和尚见多识广 将他当场拆穿 为了能成功混进去 小流想出一记阴招 趁和尚挑菜上山时 在路边摆了个茶摊 在茶里加了点八豆 果不其然 一个倒霉蛋来了 因太渴 忍不住连喝两碗 喝完之后 挑上担子继续上路 然而没过一会儿 药效发作 得赶紧找个地方解决 小流趁机挑起担子就跑 就这样 小流成功上了山 可进门时 却被看门的拦下 原来小流挑个担子 都左摇右晃的 看门的起了疑心 问小流 36房 你是哪一房啊 当然是厨房了 结果可想而知 被赶下了山 真是服了 来之前也不好好 打听打听 下山的路上 小流听人说 明天是36房 俗家弟子 反思的日子 小流灵机一动 做了个假发 敲装成俗家子弟 混了进去 谁知入寺后 机关重重 第一关 飞杀走失 练过的使用马步 通过沙地 没练过的碰到机关 哭地喊娘的 小流想出一计 翻过栅栏 躲了起来 正欲研究如何踩脚印过去时 看守机关的主持走了出来 看来走脚印行不通了 小流灵机一动 大模大样地走了出去 慌称自己是北少林派来 交流武艺的 看贴身神功 能不能过飞杀走失 就这样 小流像狗皮膏药一样 跟着守官僧人 混了过去 说白了 就是背着过去 看守主持心知肚明 可并未点破 过许是看他执念太深吧 紧接着就是第二关 铁柜烧香 弟子需要用直立 推开一道铁柜门 迅速插好香 这个坏了 这扇门没快 就这样 又混过了一关 第三关 过铁门 弟子需用双拳 推开铁门 通过即可 小刘终于成功进入 少林三十六房 在这里 小刘眼界大开 这简直就是一个 超级健身房 有练臂力 有练腿功的 有练头功的 各种千奇百怪的 健身工具 一应俱全 小刘因一时兴起 想要试试同游路 这是正宗的三十六房 主持三德和尚来了 小刘急忙跪下拜师 三德问他 从哪里来的 小刘慌称北少林 三德觉得奇怪 北少林也有俗家弟子 小刘又来了点子 谎称新收的 三德并没有将他拆串 而是让他把头洗干净 再来拜师 不过洗头的方式很特别 不能用筒来打水洗 而是用水花来洗 用石头打水 这是千古奇闻的 这样就能反复抛石 取水来洗头了 可折腾到天黑 还是没有洗干净 半夜 小刘悄悄来到井边 无人时 想要把假发 放在井里洗一洗 谁知被人发现 小刘只得静下心来 使用各种方法来完成 几天之后 小刘终于把头发洗 干净 臂力和体力也得了提升 小刘兴高采烈地 去找三德败师 不料却被当场拆穿 小刘剑实在没辙 便灰心下山 谁知被三德教主 说是同意 让他留下来 不过并不是收尾弟子 本房的竹棚 就由你负责来搭 三十六房 所有应该搭竹棚的地方 都有你亲手的搭 虽说工作很辛苦 但可以看到 寺内弟子练功 就这样 小刘一边搭竹棚 一边练功 时光如是 三年过去 竹棚终于大好 小刘满心欢喜地 再次要求三德 收自己为徒 可三德却让 他把竹棚 拆掉就离开 白白辛苦了三年 小刘又气又怒 声称若是不收自己为徒 就不走了 紧接着开始了各种耍赖模式 不知不觉中 才发现身形灵活 投如钢铁 马步沉稳 小刘误入健身房 打斗之中 居然能轻松通过院内的 那些项目 很明显 小刘偷学的功夫 已经到了家 可三德还是板着脸 将小刘赶下了山 就这样 小刘满是惭愧地回到了家 你在少林寺 学生的功夫下山来 我在少林寺 一点功夫都没学到 你在少林寺干什么 打猪棚 大伙不信 还以为小刘又在演戏 小刘很是激动 谁知却不慎 把包牙抛飞了出去 还说没有学到功夫 大伙找到小刘 逼着他出手 果不其然 小刘伸手矫健 这时 小刘才恍然大悟 原来 自己已经学到真功夫 隔天 小刘穿上袈裟 来到染房 找到石棍 要为大火出头 怎么你会功夫 这两下 算什么功夫 此时的小刘武艺高强 不过片刻 就将石棍打得落花流水 还用衣袖 将他们绑在了棍子上 老板闻讯赶来 看到小刘 一脸轻蔑地说道 又是你 谁知 接下来看到小刘 爆打手下后 就不淡定了 看来我今天真是要试一试少林寺的功夫 大决战选在空旷的地方 不料落了下风的小刘 选择了开溜 手下急忙追击 不料小刘一个飞身 掀起一阵飞杀走势 瞬间手下迷了眼 小刘则利用一旁的竹旁 一把夺过老板手中的板凳 紧接着将他制服 最后老板连连求饶 答应还工钱 这部《少林搭鹏大师》 上映于1980年 由刘家梁指导 刘家辉 王龙威等人主演 硬瞧硬马的功夫片 不得不说高手在民间 这是看过最头疼的武侠片 男主拳脚尖 尽显阴柔妩媚 居然用绣花针 将白胡子插成了刺猬 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痛 可被白胡子硬生生地逼了出来 白胡子自称白连教主 铁布山加持随风白柳 外加百步追魂掌 一身骑弓打遍江湖无敌手 男主为了破解随风白柳 拳脚轻柔 打算以柔克刚 绣花针当然是为铁布山准备的 那么两人较量 谁更厉害呢 电影发生在清朝年间 洪文定与胡亚彪 本是少林俗家弟子 白梅道人为非作胎 两人联手使用 少林绝学虎鹤双形 打败了白梅道人 众位少林俗家弟子 因此被捕入狱 白梅作恶多端罪有应得 迫于压力 皇上下旨 释放了牢中的俗家弟子 允许重建少林寺 一边喜 一边忧 朝廷鹰犬高尽中 得知此事怒气冲冲 请出师伯白连道人出手 为师父白梅报仇 白连爽快同意 此时 众多俗家弟子已被无罪释放 不幸的是 胡亚彪在牢中 被人打伤了腿 连走路都困难 还是同伴背着他回来的 在胡亚彪家附近 众人纷纷告辞 不料此别境是永别 弟子们刚出城 没走多远 就遭到了高尽中手下的埋伏 众人手无寸铁 被打得措手不及 一番激战 勉强逃脱 另一边 胡亚彪被家人接回家 洪文定也留了下来 正准备吃团圆饭时 高尽忠的手下杀了过来 双方打成一团 杀手们人多势众 几人逐渐不敌 胡亚彪 我们来救你了 这时 之前离开的少林 俗家弟子们 赶来助阵 一番对战下 总算是梅洛下风 不料 白连道人突然赶来 说起白连道人 他武艺高深莫测 身为教主的他 比师弟白眉要厉害得多 你们少林的刀法 也只配杀鱼 其实杀你们这般人 还用得着刀 一番较量下来 在场无一人是对手 洪文定与胡亚彪 只得再次联手 打出虎鹤双形 话说鹤拳讲究的是 下盘稳固 可胡亚彪因腿伤 无法施展 面对白连的强攻 不过几招 两人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心之不妙的胡亚彪 拼死缠住白连 让洪文定带着身怀六甲的 妻子先逃 为了保护胡大哥的血脉 洪文定只得照做 胡亚彪在与白连纠缠了 几个回合之后 倒了下来 洪文定将大嫂 护送到郊外 本打算返回驻镇 可四处都是追兵 为了躲避白连的追杀 两人去镇投靠了 胡亚彪的二弟阿诚 阿诚老是憨厚 并非江湖中人 凭着精湛的手艺 在一家杂纸店工作 得知哥哥的遭遇 阿诚二话没说 收留了两人 住下来之后 洪文定白天跟阿诚学手艺 晚上苦练虎鹤双刑 因为胡大哥已离世 洪文定找来阿诚 想让他配合自己 来练虎鹤双刑 谁知阿诚毫无天分 百个鹤兹都难 鹤嘴更是犹如死鸭子 没办法 洪文定只得自创 单人版虎鹤双刑 原来当年 他能跟胡大哥 配合得无懈可击 是因为他早就熟悉 虎拳与鹤拳的招式 就这样 日复一日 三个月之后 洪文定终于练成了 单人版虎鹤双刑 他决定去找白莲报仇 可刚来到白莲灌钱 就被拦住 洪文定立马施展武艺 小龙龙们不是对手 洪文定很快就闯进大厅 然而却并未见到白莲 而是恶霸高尽忠 此人阴险毒辣 当初就是他带头 截杀少林俗家弟子的 洪文定立马冲了上来 两人打坐一团 面对单人版虎鹤双刑 高尽忠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心之不敌的他召唤出帮手 想着以多胜手 特不知 洪文定武功超群 就算是围攻 也拿他没办法 眼看几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小道童去内堂 请来了掌门白莲 他一出场就鹤退了众人 紧接着与洪文定单独较量了起来 谁知原本信心十足的洪文定 却连白莲的衣角都没有碰到 只见白莲身形飘逸 随风白流一般 洪文定定助神 再次使用虎鹤双刑 可都被白莲轻松避开 见识到洪文定的单人版虎鹤双刑后 白莲便开始主动进攻 谁知锦一招 洪文定就受了伤 自知不敌的他虚晃一招 一个闪身就逃了 白莲派人跟踪 洪文定岂会不知 利用金蝉脱鞘将他们摆脱 当洪文定回来后 小侄子已出生 洪文定告诉大嫂 自己与白莲的武艺相差甚远 大嫂建议他研究破解之法 随后的日子里 洪文定白天扎指人带孩子 晚上在院子里苦练武艺 然而洪文定始终 无法参透白莲的随风白流 这晚起风了 大嫂去关窗户 看到对面屋里的指人 有所感悟 便建议洪文定拿一个指人来练功 洪文定将指人想象成白莲 一击重拳下去 谁知连指人都没有打中 原来指人随着他的拳风后退 洪文定再次尝试 依然没能成功 大嫂建议他以柔克刚 果不其然 大嫂的柔功对于指人很管用 阿诚连连称赞 三人分析洪文定的拳风过于刚猛 若是能以柔克刚 那么效果会如何呢 为此 洪文定学起了穿针引线绣花 一段时间后 刺绣也世母有样 基本功练好了 洪文定便跟大嫂学习柔功 以柔克刚 先软后硬 学习柔功 说起来简单 然而对于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来说 并不容易 洪文定为了报仇 勤袭苦练 几个月之后 洪文定终于练成了柔功 同时还将柔功的精华 融入到虎鹤双形之中 果不其然 在柔功的配合下 虎鹤双形拳风小了很多 可威力却不减反增 为了完善这套拳法 洪文定与大嫂比试 然而长嫂如母 洪文定与大嫂较量时 畏首畏尾 阿诚建议他 拿指人来练习 晚上洪文定照做 果然百发百中 瞬间信心大增 隔天一大早 自觉五一大成的洪文定出发了 他决定去找白莲报仇血恨 阿诚追了过来 告诉洪文定 昨晚的指人重量不对 可在洪文定看来 阿诚就是担心自己 就这样 洪文定出发了 想到上次门口的小喽啰 洪文定从侧门潜入内厅 可刚到白莲房间 就有两名剑客杀了过来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龙拳剑 洪文定凭着利落的身手 英如刺如 不过片刻就将两人压制 就连白莲也感到意外 夺剑的那一刻 差点让白莲都坐不住 解决了龙拳剑 就是与白莲单打独斗 虽说这次洪文定大有进步 破解了白莲的随风百昂 然而真正较量起来 却发现白莲浑身上下 硬如磐石 洪文定的拳脚功夫 根本就伤不了他 你能够用没有拳风的女人拳 但是我的死穴 它不在这 你的绣花拳 还是有拳风的 让我来打给你看看 原来白莲的铁布山 已是如火纯青 提到铁布山 很多人就会想到 他的弱点死穴 一旦击中此处 便可反败为胜 洪文定多得试探 就连耳朵 头顶这样难攻的位置也不对 然而就当白莲反击时 仅一招洪文定就落了下风 最后用百步追魂掌 将洪文定打成重伤 然而并未取他性命 而放走了他 原来白莲心里明白 普通人若是中了自己的百步追魂掌 一动不一径 走不出百步 必死无疑 可他千算万算 忘了守在门口的阿诚 看到重伤的洪文定 阿诚二话没说 将他背回了家 紧接着 阿诚又向扎纸店老板求助 不料纸扎店老板并非普通人 而是精通医术的针灸高手 他一眼就看出 洪文定中了百步追魂掌 立马施展针灸 为洪文定疗伤 就这样洪文定死里逃生 隔天 老板送了一本关于学道的书籍 给洪文定 想到白莲的铁布山 只有找到死穴才能破解 洪文定便开始研究 学道的位置与变化 这天洪文定突发奇想 若是用绣花针打击学道 杀伤力会不会更强呢 很快临近端午节了 按照习俗 白莲会在正午沐浴 话说一般人沐浴后 全身学道便会打开 洪文定决定趁这个机会报仇 不料却在半路遇到高进中 为了节约时间 洪文定一言不发 直接上前较量 此时的洪文定武艺大成 原本高进中就不是对手 这次不过几招 就将他击败 紧接着洪文定又溜进了白莲罐 出其不意地与白莲交手 然而硬拼硬 洪文定的武功依然不如白莲 就当白莲得意忘形时 洪文定却用绣花针 刺中了他的穴位 起初白莲有些意外 洪文定抓准时机 不过片刻竟把白莲 扎成了刺猬 谁知白莲死毫不在意 竟用内力硬生生地 将绣花针逼了出来 原来洪文定并没有找到死穴 紧接着两人较量了起来 眼看洪文定落了下风 同时带来的绣花针也已用完 混乱之中 洪文定竟拔下白莲头上的簪子 将他的两只手串到一起 没想此处正是他的死穴 就这样大反派白莲被超度 这部《洪文定三破白莲教》 上映于1979年 硬瞧硬马的邵氏功夫片 然而里面还有很多搞笑的亮点 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原版